大家好 之前我整天都在这个频道煮中汤 煮中菜 每次在厨房煮饭的时间都比较长 最近天气又热又热 我其实就不是很想在厨房那么久 刚巧最近有个好帮手加入了我的厨房 就是一部全透明的玻璃气炸窝 所以今天就想偷懒一下 找这个帮忙一起煮一个懒人西餐 虽然这个是懒人料理 但其实这个西餐的味道很好 完全可以比较餐厅的水准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西餐做法有多简单 欢迎你继续看下去 在看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潮妈教主这个频道 和开启小铃铛 以后有芯片你就不会错歌了 在开始煮这个西餐之前 我很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好帮手 这一部就是北角堡的玻璃干束炸窝 一收到这个炸窝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很期待了 很想和大家一起开箱 一开出来 里面就有一张保养登记证 和一张隔热煎 还有一份说明书 一个芒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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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干束炸窝 四四方方的 很滴色 很坑位 这个全透明玻璃内窝 真的很好 可以一看就看到里面的食材 它有五个预设模式 整个设计很简约 好了 说了这么久 是时候就要煮了 第一样要煮的就是 这个鸡蛋羊大啡菇 材料很简单 有大啡菇 鸡蛋 调味料用了盐和黑胡椒 这只大啡菇很厚肉 非常好吃 首先就撕走个菇 其实菇最好 就不要用水直接洗 直接水洗 它就会变淋身变湿 它的风味就会流失 我们其实用厨房纸 沾一点点水 轻轻抹一下它的里里外外 这样就可以了 两只鸡蛋就不要打散它 每只菇的大小都不太一样 如果你整只鸡蛋 这样倒进菇里 可能就会写出来的 所以最好先放蛋黄 然后再倒适量的蛋白 现在我们就灑上少少盐和黑胡椒 就可以拿去气炸的了 我这个是最简单的 让大啡菇 当然你可以做其他的变化 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食材 让入大啡菇里面 鸡蛋 选自选模式 选自选模式 在190度 气炸它15分钟 这个超简单的雞蛋酿大啡菇 便完成了 气炸完的大啡菇一点也不会干的 水份鎖住 一切开是爆汁的 原汁原味,很棒 接着我们做酥皮汤 材料有酥饼、罐头汤、鸡蛋 我用的是纪念蘑菇汤 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西汤 例如粟米汤、罗宋汤 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 甚至可以自己煮汤 用1比1的水 稀释蘑菇汁 将汤倒入碗中 记住要用可以耐高温的碗 按下自选模式 200度 5分钟 5分钟之后,就可以拿出来 打散了一只全蛋 将蛋液抹在碗边 因为家里的嫂子不知去哪 所以我就用厨房纸巾 沾蛋液抹在碗边 这一步的目的 就是可以令酥皮黏住碗边 然后将酥饼平放在碗上 轻轻地按一下 内锅温度比较高 大家放入碗里 就要小心一点 然后200度 气炸5分钟 你看看酥饼开始膨胀了 最后在酥饼表面 轻轻地刷一层蛋液 目的就是令酥饼表面 变到金黄色 看起来会更加好吃 然后就降低气炸锅的温度 去到180度 蛋最短的气炸时间 5分钟 这5分钟 我们就要观察酥饼表面 一见到自己理想的金黄色出现 其实就可以立即拿出内锅了 请大家听一听这个声音 真是超酥脆 好想立即喝酥皮汤 最后这道菜最容易做 就是气炸牛扒 材料只需要牛扒 喜欢的话 其实还可以加盐 黑胡椒和牛油 首先随意摘一个石子盆 或者直接在气炸锅里铺石子 牛扒已经解冻了 在牛扒的两面 撒一些盐和黑胡椒 将牛扒放在石子盆上 选择牛扒模式 选择牛扒模式 中途大概7分钟的时候 拉出来 反一反一块牛扒 老实说 如果不是用这个气炸锅的话 我真是很少煎牛扒 因为煎牛扒 是很容易噴到周围都是油 每次煎完牛扒 要抹的范围都很大 今次就只需要抹这个玻璃内锅 就可以了 顺便加些牛油增加香味 推入内锅 继续加热 时间一到就可以拿出来的了 牛扒就把它拿出来 放在碟上 静止它5-10分钟之后再切 这个熟度对我来说 就刚刚好了 如果你喜欢吃生一点的话 你可以提前拿一块牛扒出来 一个玻璃干束炸锅 就可以完成了这个西餐 真的很方便 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留言 和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按赞留言